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要讲跟我们静志伟很大关系的园灵 讲这个课程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摸不着边 但是我想我们的回忆 我们再把场景再拉回我们正宗静坐班 静坐班我们开始的时候第一件大事是什么 这个跟你们现在复训都有很大的关系 未来我们在奋斗当中都有很大关系 第一件大事是什么 点道开天门 对不对 第二件大事 你这道明都还没回来的 这圆领和题 道明回来没有 第三件大事 圆领和领和体 在座各位也许都有老同分 也有之前的同分 新进的同分 那没关系 我们再来温故知心 为什么要圆领和领和体 为什么要圆领和领和体 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地教修行来讲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对天 对我们人间 是一个严肃 而且对你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来 什么叫圆领 我们要把场景 要拉回 我们正中静坐的时候 好 那我们再一次来认识 什么叫做圆领 以前没有听过的 我们在听 以前没有仔细在听的 我们在听 以前没有认真在执行的 我们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 好 来 什么叫圆领 这些都是师尊的话 都是师尊的话 今天我们来讲圆领 我刚才讲到 是一个高而摸不可到的 一个无形的能量 但今天我们来阐述 圆领和领和体 我们就以师尊所讲过的话 师尊所交代我们圆领的话 还有对我本身 对圆领的一些 亲和的过程跟故事 来分享 来沟通 什么叫做圆领 这句话请大家看着 仔细去想着 什么叫圆领 千千万万亿亿年以前 多久以前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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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上帝创造了万幸万灵 第一个进入到生物体的信领 第一个信领即称为圆领 有没有很圆老 非常古老 而且很远的年代 来到我们三度空间 跟我们人信领结合 第一个信领 就叫圆领 圆领经过千千万万年的修炼 有时会奉命下凡 到人间的救世救人 也会投在某一个特定人的身上 成为一个特定人的信领 就成为我们的圆神 成到以后 能就回到上帝的左右 服务 这就是圆领跟圆人之间的关系 师尊把圆领 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 把它讲出来了 但是我们来讲到 那我们找的圆领是怎么样 不只有一个吗 不啊 圆领灵魂的概念 不像我们人体 好像有些组织 有些细胞 不是 圆领它就是一个能量 所以它可以分 可以化 你们来到人间的每一个人 都只是你圆领的一部分 也有可能他圆领全部下来 然后全部下来 那就看 这个圆领来到人间 它是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但是我们至少 我们静坐班 我们师尊帮我们找回来的圆领 都是正道领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正道领啊 在那边正道 这就是师尊讲的 会在人间成定 成道之后又回到上帝了 这个就所谓正道领 那领在领界里面 没有像我们人体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人间 要行使一些使命 一定要借助我们人体 借助人体 那圆领投胎 降世 墓地 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要完成它 来到世间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完成使命 然后再回到 我们上帝左右 那什么叫 圆领 合领 合体 然后我们再把 我们再把场景 调回到我们正族班的时候 你们还有感觉吗 对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 我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感觉 好了 没有感觉 就是最好的感觉 进入班里面 在进入班里面 我有两件 两件大事 我没有睡 我当天 隔天的 有前一天晚上 我没有睡好 两件大事情 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圆领 合领 合体 前天晚上 我没有睡好 为什么没有睡好 紧张 还是 紧张 对啊 有可能紧张 是兴奋 兴奋 是兴奋 兴奋 兴奋 exciting 不是紧张 不紧张 但这个兴奋 多于紧张 对不对 是不是要你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是吧 你还不懂这个言理 你怎么会兴奋 当然会兴奋 你从何来的兴奋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进宗教之前 你要了解 你为什么进宗教里面 每个人各的历程 我进宗教我很早 我很早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就进宗教了 所以每个人进宗教的动机不一样 你不了解原理 你为什么肯定 当然肯定 这是我期待的 我们每个人进宗教的历练都不一样 我为了 我听我讲故事 对不对 听我讲故事 人进宗教里面 一定会有不同的历练 是吧 我进天地教 我是TD周 我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没有像我这么认真的 我进天地教 那就是师尊来注释 我为了进天地教 我把天教所有的经典 所有的书 我看过一遍 以后我才进来 这就是我要找的宗教 所以你为什么 你问我说 为什么知道原理这么excited 因为我知道他好 所以excited 我期待 所以这很重要 每个人经过宗教的历练 他的价值 他的观念不一样 形成的动机 跟你的目的不一样 你在历练过程当中就不一样 为什么要复训 为什么要复训 来想想看 你们为什么要复训 你看都出来了 要闭关 要记得了 要重新开始 对不对 层次11134567 他跪下战老 对不对 那动机不一样 你首先显然出来的行为 动机不一样 目的就不一样 那你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原灵 就是你要讲的故事 所以要跟大家等一下分享 我自己的故事 对啊 你明白 一件大事 原灵 原灵和灵而体 我天天晚上没有睡 第二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 传天眼气功法纪 那时候我还在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是中国医药大学 学社后中医时代 我当初还没进进庆座班之前 我带了我们地教的辅教 辅役的社团 叫仁泽社 中国医药大学仁泽社社长 我是第二届社长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进正宗静座之前 我就发了一个愿 我发了什么愿 我要带十个同学 进正宗静座班 所以先修十一期 先修十一期 我们续制备的第一班 刚好仁泽社代完结束之后 刚好带了我们学校的同学 十个同学进了我们静座班 有没有准 准不准 准 天人之间 天人之间就看你怎么奋斗 所以一个塞庭的事情 你要两件大事 我一个塞庭 记忆犹新 离现经已经几年了 民国八十年 先修十一期 续制备的第一期 续制备的第一期 我现在印象深刻 记忆犹新 始终要传法技的时候 拿到宝贝了 宝贝 为什么宝贝 因为天天气宫 跟我们医师 祭司救人有关系 多了一个宝贝 圆灵和联合体 我还记得很清楚 在天体行宫的大同堂 平等堂 那时候人很多 那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吗 我们先修 先修 先修十一期 这没有先修 先修前十一期 坤先修四期的 我们去这边的第一大班 四百多个人 将近五百人 那什么概念 大同堂坐起来 就要给他解磨了 有很多都是我们 像我们这种学生 高门学生 所以这整体的过程当中 圆灵和联合体 为什么那么 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你知道 天地教的法门 很好 所以它很重要 因为它很重要 它也很好 所以你对它会有一所期待 当时机来临到了时候 你会觉得 exciting 有没有 来 在座各位 有没有exciting呢 来 兴奋 在四周之后 你们要圆灵和领和理 再一次回来 再一次回来 那为什么再一次回来 因为圆灵有些 它就弃你们而去了 知道吗 你们这些小孩说 很久不记得 所以你们还回来 对不对 原来悲观 没有也有可能 但四孙都很慈悲 原谅他们 原来他们不知道 原来都照照去 再不然找回来 你们第二次机会 好好把握 看你啊 你的走也不走啊 看你自己啊 对不对 走不走都是你的事 那我们来看通 有走跟没走 跟我们修道 我们天气要修道 有什么关系 有大大关系 我们现在看看 什么叫圆灵 合灵合体 合体就是圆灵的分灵 圆灵的分灵 电气 直接加注在 我们人的大脑里面 成为此一圆人的主宰 在内部指挥思想行动 帮助这个人 也就是在座各位 同分 先进人道 一切顺利 可以完成救世 救人的使命 达到下凡救世的目的 然后再专修天道 将来能回到上帝的左右 来 请教大家 你圆灵合体合体有没有 你有觉得我要进人道 那圆灵都有帮助我很多 有没有 有啦 你看 这有信心啊 有啊 不管有没有就是有 先喊 先喊先言 有 那圆灵就不会抛你而去 对吧 对不对 所以啊 你怎么感觉到 这是一件人生的大事啊 圆灵保证自己 知道 你有 你就一来就不知道 他走过去 知道 就骗人 他来都不知道 你要好好跑 他也知道 你来都没有好好找到人家了 他要去 还值得你去跟他说 Hello 拜拜 换回来我们自己 圆灵合体最重要的重点 是要你怎么样 要你怎么样 要帮助你能够进人道 帮助你能够专修天道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要下凡 要下凡 你们都是下凡 要就什么 就是就结 就是就结 然后再回到我们上帝的左右 我必须强调一个概念 你们今天有圆灵 不是平摆而来 这是天地教独有 大家要珍惜法缘 所以你就很世俗 这个圆灵看来 你这个是你说什么 你的圆灵会觉得 会跟你摇头 会跟你摇头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 为什么 师尊注释的时候 有很多圆灵 去这个圆灵而去 而去 说这个实在 都没有前途 所以师尊那时候讲 对这个实在都没有前途 那个圆灵跑掉 连那监护董事马上跑掉 都在哪里等待 都在我们光电那边等待 跟师尊打小报告 那个实在 我是真的没有队 来队 说一个光电 是很没见度的 讲到这边 我们也用辉谐的语气 来阐述这种严肃的课题 上面 就在我们玉城店 很多的园灵 很多的监护同志 跟师尊报告 师尊怎么办 你们这些都是 我们师尊的弟子 怎么办 师尊要求他们 拜托拜托 这小孩子都不知道 原谅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 你看师尊 为你们要求 我们的园灵 不要离你们而去 我这边正式严肃地 告诉你们 只有天地教有这个法门 能够把你们园灵找回来 你们在其他宗教里面 修了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 还都不能够到园灵的一部分 你这种特殊晚员 你们不珍惜吗 你们珍惜吗 珍惜 你没有再次的复训 没有再次的把天门打开 冤灵回来 何意啊 师尊讲呢 天门不是我帮你封掉的 是你自己封闭掉的 你封闭掉 你要再打开 很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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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生在世 你很容易遇到了 这个特殊的法源 是天地教 师尊有这样的天命 把天地教来到我们人间复兴了 你再有这样特殊的法源 只此一家 对了 只此一家别有分号 也只此一生别有来世 一辈子啊 我们在座各位也跟我像一样 到六七十岁了 到六七十岁了 哎呀 没有年轻啊 人生无常 一辈子过后 想遇到天地教 你不一定会遇得到 所以叫做什么 叫什么 叫旷解难逢 是的 你此节 你以逢 你此生 你以得 请遵征你现在的法源 这叫圆灵 合体 圆灵合体 好了 那我们了解圆灵之后 我们再了解我们圆灵的意义了 我刚才提到的这么多 就让他了解 圆灵他来到人间 根本圆人在一起 他是有特殊的原因的 是因为我们师尊 是因为我们师尊 是因为我们天地教 圆灵来到人间 无非他也想成就 他也想成就 圆灵在无形界 他也想成就 以方也借着人间 你的成就 两个共修共创 天人成就 这是我们圆灵最重要的意义 请大家记得这样的意义 有这样的意义 你就会记得 我会珍惜这一条线 这一条法源 不要轻易让它断线 不要轻易让它断线 有的圆灵意义到 我们再来看道明 来 您吃道明 您的紧张吗 会不会紧张 不会了 我们吃道明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很exciting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师尊 直接吃道明 师尊直接吃道明 他是根据你的先天 看你的先天 看你的后天 看你的先天 看你的后天 所以给你一个道明 这是很重要意义的 所以在什么 你要改运 你要改命 师尊给你这个道明 你就喊你的道明 不要喊你人间的俗名 你慢慢会转动 你慢慢会转动 但是你用喊你的道明 你又没奋斗 有没有用 没有用 道明 所以我们先来参 我们来要来参赞 我们要参赞你的道明 要参赞 参赞 要什么 参悟 他到底有什么意义 所以有了道明以后 有了道明以后 师尊穿越道明之后 好了 师尊就分派任务给谁了 分派任务给谁 分派我们师尊的 在华山的第一个封灵 是谁 我们违法佛王 违法佛王 在无形界进行我们的户口调查 什么叫户口调查 师尊给你开了天门 给你一个道明 可以通往三方十戒 十戒三方 你的道明通畅无阻 我们违法佛王 就会根据我们的道明 去追溯你的源头 追溯你的源头 和追溯的源头 把你的最 跟你最合乎 你的先天后天的状态 的源领 把你找回来 所以 你的源领一回来之后 在你的道明以下 找源领回到 和领和体之后 一定会先让你了解 你的源领的先天来历 对吧 等一下问大家问题 不要忘记 你的先天来历 先天来历当中 有一个很好玩的 一个 一小格 里面也讲 你转几世 有没有 就把你先后天 把你搭配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的道明 我们的道明 我们的先天来历 我们的转世 在这边 我就要来跟大家来分享 我的道明 然后分享我们的道明 今天我可能利用 20分钟的时间来讲 我跟我的源领 我跟我的源领 和领和体之后的 一些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跟 跟自己有关系 跟别人一点意义都没 了解吗 所以宗教当中 你当中你怎么感应 我怎么没有感应 在宗教里面 不同感应 不讲感应 就不叫宗教 对不对 你那么多感应 我怎么都没有 你那么多感应 那也是你们的事 自己有关系吗 没有 所以感应 是在内在的感受 这些感受 给你有感受之后 由于修道的凭借 增加你奋斗的信心 这叫感应 所以有 以前曾经多班 有人讲 我去讲感应 感应随时都有 随时都有感应 经宗教如果你没有感应 就不叫宗教 感应只是说 对你有没有意义 对你有没有意义 感应显化 在每个人的宗教历程当中 一定都会有 一定都会有 你奋斗的越大 这种感应显化东西 这种事项就越大 但越大你会不会吹嘘 你感应的状态 你怎么会吹嘘嘘 怎么会吹嘘嘘 对白人都有一点 意义都没有 但我今天来吹我的嘘嘘 是因为借着 我的自己的故事 给大家做一个凭借 做一个分享 也不是吹嘘嘘嘘 只是讲故事 修道程式里面 当你反应 与天脸之间的反应 当你越来越大的时候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的心会越来越柔软 你的心越来越大 你的内在的尖酸 却越来越小 你不会凸显你内在的壮大 你不会凸显你内在的壮大 你会包含别人的微小 所以我今天来讲这堂课 我最常讲这堂课 就是我故事的开始 我后来讲这堂课 我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事 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做任何的演讲 做任何的研究 我第一件事情 我来这边之前 我一定禀报我的原理 我希望我们能够天人之间 天人之间 和灵和体 为今天同分讲一场好的课程 让大家有所凭借 有所奋斗 这是我三十几年来 我们住到地窍里面 我一个习惯 这叫天人互动互应 不要小看 早期我归师之后 我旁边只有一个人 叫什么人 归师之后 你旁边会有一个人是谁 健库同志 当开始有这个朋友之后 我会跟他互动 我会跟他互动 我是很严肃的互动 那时候我在读书 读我们医学院 那医学院也很难读 那时候我们在归师之后 很多故事都会很多 跟健库同志之间的故事 都会很多 那时候我也发愿 我接下来我们 我们地教的辅教社团 仁哲社 那办社团 要办活动 那没有原理 跟谁互动 我就跟我的健库同志互动 怎么互动 怎么互动 那健库同志怎么互动 跟他懒懒自语 那原来心经病 不会 我也很慎重 我也写小条纸 写条纸 今天要办什么活动 今天办什么活动 要办什么活动 几月开始活动 请健库同志怎么帮帮忙 请帮帮忙 诗人讲的 在地教里面 奋斗里面 你只要没有私心 你只要没有私心 无形的互动 有时候会对你通天彻地 会跟你通天彻地 没有私心的卫教奋斗 不在个人的私意领域里面 所以我常用这样的方法 跟我的健库同志 互相的往来 互相往来 互相来 有没有用 不管有没有用 那关关难过 会关关过 甚至明天要磕起 那健库同志帮帮忙 有没有用 有没有 不知道 这是私心 谁嘛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是有这个凭借 以为说健库同志也给我力量 对不对 我就认真读书 认真读书 对不对 我们医学院一看 有一科 医学院很难找 我现在科技 刚落这科 一个礼拜好几科 熬夜 背不起来 请健库同志帮忙 但是给自己一种凭借 给你凭借 但是增加我们自己奋斗的心 所以你看我们来到地窖里面 师尊就给我们的一个监护同志 监护同志是要监护什么 要监 要监护你 要监察你 要保护你 同样员你也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 我们的道明来到了 道明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先天来地了 你转几次了 对吧 从我第一次接到师尊 给我的道明之后 师尊给我的道明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参悟我的道明 再到我的园灵一下来之后 园灵一下来之后 我一直把园灵跟我道明 连结在一起 你们知道你们的园灵 跟你们的道明 有连结在一起吗 不知道 厉害了 你回去参悟参悟 我今天给大家来个方向 回去参悟你的先天跟后天 以我做一个例子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知道我叫什么道明吗 西藏 好 我们来历 你有道明以后 你来历 来去哪里 来 这边有东西南北天的 来 冬天的 冬天都可以 开同学会 也要开同学会 来西天的 西天的 南天的 北天的 北天就一个 中天的 中天两个不错 来 清旭宫的 精确的 所以我在 我跟我们近桌班 天气宣传团说 其实我们近桌班的同分 一结之后 很多应该要连结 要有感情的连结 我也跟我们天气宣传说 不妨把我们先天这一部分 连结在一起 对不对 刚才冬天的好多 冬天 冬天开同学会 冬天你们来自南宫 特性都很像 你们知道吗 先天的那种特性 有些很像 来自南天的那种气都很旺 南天 为什么南天气很旺 来我们天天气宣传团 你们南天最厉害 你知道吗 一村手去就出来 南天跟我们人间 我们这一部分很近 所以南天一种都很壮实 北天的也一样 北天的紫微大地的 都很壮实 很壮实那种 来 那我的元领 来 来 来 大家看看 你们现在看那边元领 你找那边元领 要参悟一下 看有 我们公布之后 我们那时候学生 我们班上 我们班上那一集 在我们 我说中国医药大学 班上同学有六个同学 是我们地教同分 有比较早期 也有我们那一集的 还有我们学长 对很多 很多在我们地教里面 早期的同分 那我们那一班 一出来公布 有好几个 大家都有些来历 都很相当 甚至我们四百 我们徐志辈的第一 那一集的元领 大家有些来都很相当 东西南北天 中天清虚公都有 那我是来自于我们清虚公 宏法院 转仪式 看到这个就很兴奋了 当然 还有一个 你们一定 还会公布一个东西 这是你们的封 你的封号 你们的原领封号 记得 我们前道士 真人 那你们困到 好了 我要现在你们原领回来 你们要只需参入这几条线 你的原领 你的出处 还有你的道明 来 你自己现在看 你要想你自己的道明 和你的 你的原领的封号 我以我个人来看 我参入了 我这个照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照是什么意思 照有很多意义 开完那个 师生给我们的道明之后 我回去就会很兴奋 这照到底什么意思 我早期有两本 我两本池海 我擅长两本池海 这么厚的池海 两本 那时候我高中留下来 做什么用你知道吗 早期我刚才讲 16岁17岁 我就入宗教了 我入到哪边去 我入到一贯道 一贯道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活动 叫做法会 有没有参加过的 这么一贯道 你们可能没有参加过 叫做法会 法会三财借窍 你们叫什么三财借窍吗 借窍到就像一般的 我们开法会 那怎么开 他先佛降临以后 借着人的身体 就像你们像圆灵一样 借到我们人的身体一片 借窍之后 讲经说法 跟人的一模一样 比如说技工佛佛借窍之后 就跟人家拿着开麦克风 讲课 然后不是气堂 所以你看这厉害 宗教界里面 你看宁界里面的状态 为什么宁界里面 层次非常高 非常多 不是人间所能想象的 一贯道有这样的法会 就有人的三财 三财都是那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一出生就吃素的这种 这叫人才天人之间的交通 借窍 借窍 借我们人的窍 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那时候我最印象很深刻的 有几个大仙 我常常常 我非常崇拜的 苏东坡 苏东坡听到 韩裕 八仙 八仙的蓝彩和 大家八仙蓝彩和 借窍也有讲的文章 那可不得了 我为了研究他的诗句 为了研究这一贯道的诗句 我特地买了两本大的池海 研究一贯道的讯文 就像你们看到的 这种天年的讯文一样 我叙照一下来之后 我回去就翻我那两本池海 你说瞧也不瞧 池海这么大本一本 池海这么大本一本 一翻 竟然落在 你说瞧 有点厉害 有厉害吗 有厉害吗 旁边还有一个字 这是我太太的道名 静英 静也 硬也 反照也 那照当然就瞧了 硬也 反照也 所以我太太的 太太元领叫做 反照元君 厉害吗 那些鸡皮疙瘩 会非常的震撼 觉得恐怖 那这是什么 当你在宗教修行当中 有这种恐怖的经验 这叫震撼 这叫你人生的 你叫人生的经历 你修道的凭借 但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是在这个造 造有两种意义 以光 以光 而放亮 亮也 这直接造的意思 没有错 对不对 我太太是一个 硬子 所有人认为是光的意思 这没有错 对 只要亮 光 但那时候师尊有跟我讲了一句话 因为大阶段性的 那时候还学生懵懵懂懂的 懵懵懂懂的 师尊讲 愿上帝的光照在你身上 把同学也通通照进来 好不好 好 喊大声一点 喊大声一点 这是赤道明的当下 我所历历在目的景象 那我怎么知道了 我阶段性的 当手人车社的社长 师尊讲 把同学通通照进来 好不好 好 所以你们跟首席在谈话当中 当首席在谈话当中 跟 当然师尊现在已经 在天上知道我们了 首席跟你们讲了一句话 都代表法权 你们要喊大声一点 知道吗 喊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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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回去参悟你们的 你们的道明 因为道明师尊是根据你的先天 后天所互相结合 传下 传下了这样的一个道明 他跟你的先天 跟后天都有关系 但是我一讲 我的照 我的照 我这个照 我怎么来自于清虚公 弘法院 我接触天地教之后 我刚才讲 第一件事情 我地教的所有经典 包括我们的信仅界 全部看过一次之后 我才服 我才服了我们师尊 这任务我要找的宗教 当初我们地教 有四本很重要的天人文化的资讯 是什么 清虚公 弘法院 教材 有没有 这七本钱 你们看过吗 我们光宴 我们光宴教长 喊得最大声 你们都没有喊 代表你们都没有看过 有书没有看 那你们这事 乖乖原领 你也要去 清虚公弘法院教材 我刚拿到这四本书之后 我爱不是守 我爱不是守 天天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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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们班上同学 同份讲说 奇怪 这四本书我好喜欢 我们那同学也是同份 女孩子 昆道 这四本书是好看的 这四本书实在真的 这枯燥发挥 也是好看的 我说我很喜欢 我天天都好喜欢 那时候太太怀孕的时候 我带来她导渡她 两个一起看清虚公 我还愿叫财 但等到原领一出来之后 我还在恍然大悟 原来是有因缘 很奇怪 我就很喜欢这四本书 当我的原领的来处 一公布之后 我还在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了 再回到我们郎景真人 这两个字 跟我们 跟我的照有没有关系 但是有另外一种的意义 我会想 你们看你们原领的封号 要仔细跟你的道名 互相结合 要仔细参悟 我讲的是我的故事 给大家作为参考 我说郎景 我为什么不来自天医院 我是医生 为什么不来自天医院 我心里面一直打纠葛 一直打纠葛 因为我们班上同学 跟我们我带去的 我们班上同学 我们宗教原则社的副社长 我们班上同班同学 参加同一起的 他的道名叫序医 他的来领 原领在哪里 清虚公天医院 他来到天医院 这是我一直没办法解开的答案 一直没办法解开的答案 我寻求一直在寻求 我一直在误 在误 误 参悟 我还是没有连接起来 我一直认为 我应该来自天医院 因为我当医生 这合乎我的先后天 对不对 但逗不开 逗不开 我们这一个同学 我们这个同学的道名 叫做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印象很深刻 所以他道名 他的原领的封号 我都把它记得很清楚 尊妙真人 这个妙是谁 你到那儿 我们就红红华院 天医院 我们做医生 我一直在参考 这个井子的问题 井是什么意思 井是什么意思 也是光井 没光井 对不对 一片光井 跟灶有关系 对不对 但我就想 我们上面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天医是谁 重景天医 我总是跟他有点关系 沾点边 看他书也不能看到懂 对不对 重景天医 我们重景天医 留下的伤寒 伤寒论 我看来看去 都看来没 我第一学起来被当掉 那我应该跟他有关系 还不然读得比较读得通 但不是啊 我不是啊 但是我在想 我跟他有没有关系 我一直在参考 所以从我的名字里面 我的道名里面 我街友线右探当中 跟他们是有关系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们的卫生首席 卫生先生 有一次 来到我诊所里面来 他就问我说 虚招哪里来哪里 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卫生先生 我的园领在 金区公洪博院 不对 你一定天医院 你来洪博院支援的 我终于红昂然大悟 好了 这种姻缘当中 这种姻缘当中 我想这是我个人的故事 对吧 这个故事 但是你把仙游天连接起来 你的道名 跟你仙游天就把他连接起来 然后我觉得 我的道名当中 跟我的园领当中 有一些 很微妙的一些关系 这就是我们园领合领合体里面 你应该了解到 你园领为什么来到人间帮你 为什么要帮你 跟你仙游天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说 我从自的道名之后 找园领之后 园领从来没有一天 我从来没有一天 有忽视过我的园领 我卫师长跟他亲和 我卫师长跟他亲和 直到民国85年 到民国85年的时候 85年 我毕业了 我在外面混了两年了 我想我要回到台中开业 我要回到台中开业 我说我开业 我的诊所一定跟我 先后天互相结合 所以我以我的园领 当基础 去寻找我诊所的 诊所的名字 来 我的诊所名字叫什么名字 有关系吗 好了 这就是一个故事 我认为我要把我园领 跟我先后天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是参加我的道名 我的园领 一定有某些解渴 我要从这边去找我诊所的名字 我翻遍我们所有 我们天地教的所有经典 想去找这边的连结性 有很多 很多 跟我道名有关系的 不是有关系 好像看起来有关系 有千年 比如说我们这个真经里面 有几个真经里面 讲的续华朗造 井心长朗 到最后我在我们念之真经里面找到了 跟这个有关系 跟我的虚道跟朗吉有关系 一个字言 我不知道不就有关系 就字言 念之真经最后的四句话 朗朗无意景气长春 康童迈尽 天地永清 就这四句话 所有取我名字 本首名字叫尽心中医 一直到现在 所有认为我的诊所 是我的先天 我的后天 我把它连结起来 这就是我在执行 我的先后天任务之中 很重要的任务 一个圆灵 我讲这个故事 是我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你跟你圆灵的故事 我说这些有没有意义 对我来讲我有意义 对你们来讲没有意义 但是你的圆灵 跟你的来历 你找出来 对你就有特别的意义 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 只有天地教 师尊父性的天地教 在地球之后 你才有原理来到人间 跟你互相配合 所以你的人 你的人 与先天结合在一起 你就要执行天人任务 要执行 你再进入天地教的 最重要的天命 每个人都有个人的天命 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了吗 做一个参考 但是这故事是每个人 你们当你奋斗了十年 当奋斗了二十年 当你奋斗了三十年 你都有与你圆灵 与你圆灵互动亲和的故事 讲到一个重点 三十几年来 我从来没有护士过我的圆灵 我只要重大任务 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 我对外的演讲 只要是任务一道 我第一个禀报出去禀报 一定是请圆灵跟我圆灵合领合体 尤其到民国88年1999年 我参加 你们刚刚谈到 我父亲怎么被闭关呢 对不对 好了 我闭关的当下 我发了一个愿 发了一个愿 我要研究灵体医学 希望在55天之中 我的圆灵 我的监护同志 我的诊疗同志 能够一起参训 合领合体 能够研究出 灵体医学 所以当下 在55天 闭关的最后的一天的演讲 维生先生教给我一个任务 报 您报 灵体医学当中 我当下 请圆灵 希望你能圆领合领合体 做一场非常漂亮的演讲 所以当天 在闭关之前 闭关结束之前 做了一场 灵体医学的 最后的一场演讲之后 才陆续了 从闭关之后 每一年 我发愿了 一年至少要讲 十场以上的演讲 一直持续了将近 有20年之久 这是与 圆领之间 互动当中 所构发出来的奋斗火花 也有这段时间 圆领互动之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产生一些互动 还是所谓天眼之间的交流 所以灵体医学的研究当中 也起了一些 不同的启发 也不同的启发 所以 我以这些故事来分享 我们圆领 与我们自己的故事 希望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给各位同分 也有一个参考 也有一个参考 一个评借 但每个人不一样 我讲的每个人不一样 我今天讲的是我的故事 跟圆领之间 亲和的故事 同样的 你们也跟圆领 会有一些亲和的故事 好 所以 我们在了解我们的道明 先天来地 转世之后 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注意了 你要了解 圆领为何要跟你在一起 好 看看 你们圆领的来历 来历 你们来自哪里 我看到了 这是我们的无神圣宫 我们的精确 清虚宫 中天 东西南北天 来到人间 到地朝 有没有 这是我们地窖的 无形的组织的结构 你们在哪里 我们大部分都在这个地方 中天 直接跟我们清虚宫 这边直接上来 这几条线的 我们整体的宇宙当中 它这个是一个无形的组织 不是人间三度空间的概念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东西 会对付到 会对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精确当中 整个全宇宙的中心 就在精确里面 精确散步下来 东西南北天 东西南北天 中天 然后一起上去 那我们看了圆领 我们圆领一定都来自于 这几个部分 来几个部分 那圆领来自于 那是不是有层次不一样 都一样 都是正到零 了解吗 那我们圆领在我们不同的天里面 执行什么样的状态 它就是要执行我们 旧节的任务 就好像我们分配到 哎呀你台中线 台中市 你到哪边 没有你的所谓的 道行高低之分 是我们要执行任务不同 执行任务不同 所以你看 在五行组织里面 我们清虚公有清虚公的任务 中天有中天的任务 东西南北天 有东西南北天的任务 就算我们看 哪一天 执行我们的任务 好 那转世的概念 你们对转世概念 你们了解了吗 你们一定不了解 对不对 我们转一世 转两世 转三世 转世世 我们来了解 什么叫做转世 师尊讲了 天立教静坐班的茶园领 有提到转己世 转己世就是下凡 救世 救人 修道有成 仍然回天 世就是次 两世就是下凡两世 世世就是下凡一次 我转一世是什么意思 我来到人间一次 然后再回去 这叫一次 我的园领 灌棄到我人间里面 我来到人间里面一次了 然后回去了 然后这样再来 就这样了 三次就这样 来来回来 这不是轮回 了解 不是轮回 轮回就不一样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图 我记得我们光正书记 他所画的图 我把它剽窃一下 我见过他同意 他说可以 好 来 我觉得光正书记 他写这个图蛮好的 这叫转世 转一世 一世 两世 你看这来到人间 这人间 转一世 回去的叫转一世 对不对 您原名表上是转一世 就是说我现在来人间仪式 达成已经正到了 回去了 这叫仪式 转一世 在人间转了几次 不是啊 不是啊 这边落下来 都不学好 想要你还没奋斗 图蛮不惯你 对吧 再轮回两次 这样 知道轮回两次 知道吗 轮回两次 突然 哎呀 你又找图蛮 你又回来了 好了 就到了 又回去了 转一世 但是在人间 轮回两世 对不对 这转两世 落来 落来 再回去 再下去 两边 对不对 再回去 这叫转两世 但是这个 下来一次以后 下来这一次 他直接回去 再下一次以后 轮回两世 对吧 第三边再下去 第三边再下去 轮回这还没回去 再轮回 再轮回 轮回第三边还没回去 回不去 你又不该运营 你又回不去 好 那轮回的概念 在早期我们的光自备 早期我们师尊 刚我们附近地窖的时候 把园领找回来的时候 也就讲得很明白 明白是什么 这边有讲 然后这边也讲得很明白 有那样轮回好几世的 每一次都跟你写出来 有些困到 有一点 有一次是狐狸 哎呀 告诉我都狐狸精 结果有人 跟我们师尊抱怨 不行啊 这样会变成人间会起争论 知道吗 还有那种转集式里面 还有那个 那个变成竖精的 还有猴子的 那怎么办 还有石头的 怎么办 起了分别心了 所以那时候师尊 就不再公布这些了 你一直在轮回 每一次做的 黑做牛做麻的 什么都啥写出来 结果同分就起分别心了 所以我们现在到现在目前 我们最重要的说法 最正确的说法 是这个 师尊讲了 转世 是你的原理 惯性于你来到人间 投胎之后 再缓回去的 正到了 回去的 就转一世 当你转一世 也有过经过好几世的轮回 好几世轮回 那我们不讲那一部分 不讲那一部分 你转回去几次 那我转一世 就来到人间一次 我还回去了 现在再又下来了 那哪时候回去不知道 不知道 越多事是越好 越好 越来越沉沦 越来越沉沦 都不想回去 就像师尊讲 哪要人间的 花花绿叶世界 不想回去 花花世界 这一遍两遍 还没有三遍而已 四遍五遍六遍七遍 也有百事 百事都不回去 那怎么 在人间曾经 不是曾经 这越来越堕落 越来越沉沦 转世 那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 所以参户 你来到三次 代表你来到人间 执行三次的任务 回去了 只是四次 那代表你常常来人间 才来到人间 那常常来人间 会有个特性是什么 没错 我们光阴教长 又是会让你 讲到很到位了 又会让你 善解人意 不是啦 花花世界 不想回去 说到过 要直接 我们忙 越来越奸诈 是不是 好不好 现在不好 越来越圆滑 越多事业 越来越会 做人 说到会听 对不对 我们来一遍 都不知道人间事事 都只来只往 不管别人怎么看的 那越多事越好 还是越少事 你说呢 你越多事 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的讲法 那越多事代表 你一直要想来人间成就 一直想来人间成就 来间成就就回去了 就转正道回去了 一次 再来人间再完成使命 再一次 那就功德无量了 当然了 同样的 你越来越了解人间 越来越了解人性 相对于 来到人间事 你应该越了解人性 你也越了解 说来到人间 你所要做的事情 应该要越来越显著 它的重要性 我为什么要来人间 对不对 好 所以转世也跟大家交代了 以后你们就碰到了 你们讲圆灵的时候 你那要讲吗 会讲吗 会讲你故事吗 好了 学起来 慢慢学 慢慢就会讲 好了 所以 师尊把我们的道名传给我们了 把我们的园灵找回来了 把你的先天来历也找回来了 所以你要参入 你的先后天的因缘 什么叫先后天的因缘 你的道名 你的园灵 跟你这一辈子 是最配合的那个园灵 师尊把你最近的一个园灵 跟你近这辈子里面 最合乎你的特性的园灵 跟你合乎你这辈子 要执行的任务的园灵 把你找回来了 最重要重点是 你先天后天要配合起来 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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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修共創 完成 将士 就是寄人的使命 所以圆灵跟你很合 跟你很合的状态下 你就会在人道上 你会无往不利 当然人道上 当有些坎坷 不足以外然道的状态下 圆灵会帮你 帮你 帮你去度过这样的难关 但你怎么知道他在帮你 人为什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圆灵在帮你 你怎么知道 所以这就是重点 人来到世界里面 你会感觉到层层 没办法突破的状态 是你哪个地方没办法突破 是哪边哪个地方突破 是你的心恋 没办法突破 你的心恋一突破 什么都不是问题 所以圆灵跟你交往之间 他给你的是个灵感 他给你是一个灵感 在你做抉择当中 圆灵给你的就是一个抉择的灵感 所以你要保持一个灵静 一个灵态的清静 灵态的清静 怎么做灵态的清静 这四周人等一下还会讲 怎么保持一个灵态清静 灵态清静 到五非了 又回到我们宗教里面讲的 羞耻的问题了 羞耻的问题了 所以到这边 当我们了解我们的道明 我们参入我们的园灵 参入我们的先天的来历 那你就要好好 先后天因缘结合在一起 好好参入 好好参入 你如何 你如何 与你的园灵 与你的园灵 相惜 相惜 手牵手 手牵手 共修共创 共修共创 诗人讲的 我把你们园灵找回来 园灵是什么 园灵是你们在天上的老伙伴 听到吗 诗人讲的非常现实贴切 那个园灵 就是我们天上的伙伴 你要跟你伙伴 要互相的 共同的 协力 合作 共修共创 共修共创 创我们天人之使命 天人之任务 直到哪一天 直到你能够回去之后 当你回去的那一撒那 当你回去脱了肉体那一撒那 你的园灵 你的园灵 可以再跟你结合为一 如果你们共修共创当中 又创出另外一个生命 什么生命 什么叫身外身 你们未来会期待55天的 闭关之当 当中 我们在师尊修行里面期待的 就是要修出我们极度法门的 另外一个身 身外身 叫什么 对了 也许带我们脱了肉体那一撒那 你的园灵 你的封灵 跟你的本灵 三合二为一 回归于天 去跟谁报道 跟我们师尊 跟我们上帝报道 所以的书圣 天天叫书圣 修行书圣 就在这个地方 那圆灵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会产生怎么样一种状态呢 谢谢大家 再见